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1627年 姓王朱有俭登基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十六位皇帝 然而 此时的大明朝却处在灾荒连连宦官弄权的危局之中 朱有俭登基之后迅速铲除了以魏东贤为首的燕党集团 然而就在此时 在他面前又出现了两个更为强大的对手 皇太极的八级铁骑和李自成的农民军 崇祯皇帝倾尽全力 调兵遣将 对李自成的部队围追堵截 终于在一次猛烈的交锋之后 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 今剩下十八个人逃进了商洛山 而农民军另外一位首领张献忠也投降了明军 正当崇祯皇帝想要传口气的时候 皇太极的八级铁骑又从关外呼啸而来 大明王朝再一次面临巨大考验 那么皇帝朱有俭和他的群臣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危局呢 厦门大学傅晓凡教授和您一起走进那段 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变壳中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崇祯那几年之 皇帝的为难事 正在杨四昌指挥几乎全国的明军主力 在中原一带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时候 这皇太极又在蒙古的大青山一带集结并领 他的意图非常明显 第一 趁明军主力在中原一带围剿农民军的机会 北部防线空虚准备 再度跨过长城 进攻北京 第二呢 他也要吸引这个明朝政府的注意力 不能坐视中原的农民军被彻底剿灭 他知道如果明朝政府把农民军全剿灭了 腾出手来一致对外 这皇太极啊 他也很难达到目的 由此可见 这外敌啊 特别乐意看到你们窝里斗 斗得越狠 他越高兴 他就可以坐视愚人之力 其实皇太极啊 也不止一次这么做了 在此之前已经有四次进攻中原地区了 这次据说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扬言要给大明王朝以致命打击 按理说 清军大兵压境 明朝政府应该迅速做出反应 要主力北上来防御北部边境 可是这会儿正忙着在中原地区围剿农民军呢 一旦主力北上 农民军就会趁机逃脱了 这一年多的围剿啊 就白忙了 可是主力如果不北上 北部边防防御空虚 十万清兵根本难以阻挡 面对这种局面 怎么办 崇祯皇帝啊 焦头烂额 这可咋整啊 苦思冥想 终于有主意了 有什么主意呢 还不能明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他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之后啊 遭到众臣们的反对 那怎么办呢 想办法摸摸大臣们的底 经过一番思考 这一年的五月初三 突然 虚然皇帝召集所有大臣开会 等到所有人到齐了 他就宣布 不要出测问 这测问呢 本来是皇帝 在殿世的时候 出题考众位近士们的 近士们的答卷叫对策 今天 崇祯皇帝突然想考考大臣们了 其实当然不是考试了 就是想摸摸大臣们的底 那么 崇祯皇帝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皇帝的测问是 这些年呢 老出现一些奇怪的自然天象 比如说 这个四月份 天降大雪 金星在大白天出现 按照过去的说法 这将有大灾难降临 所以皇上说呀 老天爷在警示我了 嫌我用兵太多 征税太高 可是呢 鸡民造反 我不得不用兵 外敌入侵 我更不能不用兵 用兵就得花钱 花钱就得提高税收 面对这样的局面 众位爱卿 看怎么办 所以大臣们一看 皇上为难了 所以大臣呢 为皇上排忧劫难 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大家就纷纷积 献计献策 很快呢 这对策就是答案呢 收上来 皇上一篇一篇看 什么建议都有 有建议清理冤狱 有建议惩治腐败 有建议清理部队吃空想问题 可是所有这些建议都不是 崇祯皇帝想要看到的 正当这皇帝有些失望的时候 看到了兵部尚书杨四昌的对策 看完杨四昌的对策之后 这皇帝是大声叫好啊 太好了 我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可是转念又一想 众位大臣们能同意杨四昌的这个观点吗 怎么办 再试一把 所以呢 皇帝就把杨四昌的对策 发给众位大臣 传阅 他希望众位大臣 能够赞同杨四昌的这个建议 没想到 杨四昌的这个对策 遭到众臣们的一致的反对 群起公知 甚至骂他是坚存误国 大家会问这杨四昌到底写了个什么对策啊 激起大家们的一致反对呢 其实杨四昌并没有正面的回答问题 而是讲了一个历史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东汉的建武23年 就是公元47年 当时是汉光武帝刘秀当皇帝的时候 这一年呢 出现了这个月时迎货的自然天象 什么叫月时迎货呢 就是晚上月亮啊 把那个火星给挡住了 按照传统异性的说法 这一年将要有大的灾难降临 这汉光武帝刘秀君臣呢 就非常紧张 就担心这一年将要发生什么灾难 可是这一年什么事没有 翻过年来不但没降临灾难 反而有好事发生 什么好事呢 匈奴的禅于主动的向汉朝提出求和 这汉光武帝接到这个匈奴要求和的要求的时候呢 拿不定主意就把这件事呢 交给众位大臣们讨论 众位大臣们一致反对 说现在天下刚定 我们国力很弱 这匈奴人呢 摸不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也不相信匈奴人会信守承诺 可是这个时候呢 有一位大臣站出来 他叫耿国 力排众议 坚决主张和匈奴议和 所以呢 这汉光武帝刘秀啊 就接受了耿国的建议 和匈奴人谈判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实现了和平 那么 杨四昌讲这个故事 他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他就想告诉崇尊皇帝 不要在意那自然天象 不要相信那些迷信的说法 这自然天象和人事没关系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甚至暗示皇帝朱有俭 大胆的 向这个汉光武帝刘秀学习 和这个清国呀 展开谈判 也就是说 大胆的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国的争端 用当时的话说 和清国 义和 正是义和这个词 激起了众位大臣们的激烈反对 因为这个词太敏感了 在当时这个词啊 谁也不敢轻易说出口 那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而且义和这个词啊 往往是朝臣们之间相互攻击的一个口诗 义和能使双方霸兵休战 余国与民大有好处 但为何在群臣眼中 义和却是一个会招致霍端的危险之士呢 百家想谈正在播出戏的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 皇帝的为难事 在大明王朝君臣们的眼中 义和不可思议 甚至会招来祸端 一旦名将袁崇焕 之所以被崇祯皇帝临时处死 其中有一项罪名就是 与皇太祈私以和 那么在大明的君臣们眼中 为什么义和一词 会如此的惠莫如深 在这种情况下 杨自昌为什么还敢在群臣面前 公然提出义和的建议呢 首先是局势使然啊 当时是中原在围剿农民军 北边大兵压境 大明王朝是国力非常的虚弱 很难再支撑这一场 旷日持久的战争了 尤其是将可能发生 两线同时作战这种危机局面 所以形势所谓不得归一 再就是杨自昌觉得 皇上也动了义和的心思 但是皇上没有公开表示呢 他也摸皇上的底 他就用这个对策的方式摸皇上的 那么皇上什么态度 皇上看到这个杨自昌的这个对策呢 虽然心里很高兴 但既不支持他也不反对他 正是这个既不支持又不反对的这个态度 杨自昌觉得 我把皇上的意思摸准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皇上没有反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当年元重焕被杀 一个重要的罪名就是和经国义和 这会儿杨自昌提出议和的建议 重焕皇帝居然不置可否 这个变化非常微妙 说明重焕皇帝已经下决心了 下什么决心呢 下决心要与清国议和了 这个微妙的变化就被杨自昌给揣摩到了 大家会问啊 堂堂一个大明王朝的天子 你要想和清国议和你就说呗 不 不敢明说 让大臣们去揣摩 这又是为什么 我分析啊 这重焕皇帝之所以不敢公开的提出 义和主张 有三个原因 第一 大汉族的观念 中国自周朝以来 形成了一个尊华攘夷的这么个传统 华就是华夏 夷呢 就是周边非华夏的各个不同民族 这华夏族啊 自认为自己居住在天下之中央 是最优秀的民族 不仅严格的区别 华夏和荣敌蛮夷所谓四夷的这个区别 而且对周边这个四夷啊 充满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歧视和优越感 比如明朝这些官吏们 朝廷的重臣们 在他们的行文中啊 称这个女真族叫鲁 这女真族呢 原来占领辽东之前呢 居住在建州 就称他们是贱鲁 一想这贱鲁 居然建立一国家 而且不断对明朝攻城掠地 竭掠人口 抢夺财物 人无可忍 更让明朝政府官员们没面子是 明军在这些贱鲁们面前 屡战屡败 打不过人家 就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心态 怎么个复杂呢 既打不过人家 又瞧不起人家 既打不过人家 又不服气 所以即使打败了 也不跟你议和 为什么呢 这面子过不去 这架子放不下来 这崇祯皇帝啊 不敢公开表示议和主张的第二个原因是 在当时的人们的观念中啊 这组和啊 就等于投降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呢 组和和投降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事啊 这观念的形成啊 要追溯到宋朝 这两宋以来啊 一直是组和派占据着朝廷中的主导地位 他们通过割地赔款 甚至纳共称臣 来维持着和平局面 那些主张 北伐恢复中原的这个主战派啊 一直是遭受着打击 尤其是主和派 用莫须有的罪名 杀害了岳飞 这种对外政策是两宋 尤其是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呢 主战就是爱国 民族英雄 主和就是投降 是罕见 所以主和和投降就分不清了 崇尘皇帝不敢公开表示支持议和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议和等于外国 因为往往要提出议和是打败了 战场上失利了 打不过人家了 当你在这个时候提出议和要求的时候 其结果是什么 往往要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去做出重大的巨大的让步 和平是实现了 但是是在屈辱的条件下实现的 这样一来 这议和和卖国也分不清了 因为有以上的三个原因 所有的主和派 主张议和的人 都要承担道德上的巨大的风险和政治上的压力 他崇尘皇帝也不例外 既然有这么大的风险和压力 那么杨思昌为什么敢主张议和呢 就是因为他自己认为揣摩到了皇上的意思 可是崇尘皇帝从来没在公开场合 明确表达自己对议和的这个态度 从来没有说支持过议和 那杨思昌难道就不怕这个政治风险 不怕落一个像原重患这种 由于议和被千刀万挂这个下场吗 他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 但在行为上的确表现出了不怕 可是他仅仅凭自个儿的揣测 就敢提出议和 他胆子也忒大了 这胆子太大了 就引起了朝臣们的一致的弹劾 所以杨思昌也不客气 上书就反驳 那么平心而论 杨思昌的议和主张 到底对不对 当时朝中的主战派和组合派 谁是谁非呢 按照我的观点 我觉得从当时的情况出发 议和是正确的 至少是明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的革命王朝 国力就非常非常虚弱了 财政压力非常大 比如自崇祯元年以来 再往前追溯 自这个辽东战争开打以来 年年的辽享到崇祯三年 已经达到了六百多万两百银了 什么概念 是崇祯年间两年的财政收入 这么大一笔军费 全靠税收的方式 分担在普通百姓身上 老百姓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再加上崇祯元年以来 西北一带连年大汗 鸡民造反 连年不断 朝廷为了镇压这些鸡民造反 又增加了所谓的脚想 就是专门用来剿灭农民军的 这个军想 二百八十万两百银 这就更加的激化了社会矛盾 崇祯皇帝冒着天下大乱风险 征收脚想来动员几乎全国的明军主力 围剿农民军 这个时候 黄太极又在蒙古 大青山地区集结兵力 两条战线即将同时开战 所以我说 这个时候提出议和 是明智的 清军气焰正盛 明军士气低落 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还能有议和的可能吗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至皇帝的为难事 面对危局 崇祯皇帝心急入坟 想要保住大明的江山社稷 渡过难关 和经过议和 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此时的明军 无论在气势上 还是在实力上 都远远不及清军 几次交锋 都是惨败而归 丢尽了颜面 那么在这种一边倒的局面下 清军还会对义和感兴趣吗 崇祯皇帝的义和愿望 有实现的可能吗 那么我们就追溯一下 明和金以及后来的清之间 义和的历史 来证明明和清之间 有义和的可能 早在黄太极 刚刚当上金国的可汗不久 他就向明朝政府示好 表示友好 大家会问 这么早就表示友好了 因为那个时候 金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 他黄太极是一个新任的国家元首 他希望周边的国家都承认他 尤其是希望明朝政府承认他 那么黄太极的义和要求 有什么结果呢 第一次黄太极提出义和的要求 是在天启七年的十月 那个时候 崇祯皇帝刚刚登基还不到两个月 这年号还没换过来 对黄太极来说 这是个大好机会 什么机会呢 天启皇帝驾登 朱有俭新军登基 这好机会表达友好的这种情感 可是两个国家没有任何来往 这话怎么递上去呢 有了 什么办法呢 找一中间人 这是谁啊 这是个喇嘛 叫都令 是个蒙古族人 这黄太极呢 就让这个都令喇嘛 给崇祯皇帝带信 希望我去祭奠你们的皇帝 恭贺你登基 然后咱们进行议和 这黄太极啊 满怀希望的 就等着崇祯皇帝的回应 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 那么崇祯皇帝为什么不回答呢 为什么拒绝了黄太极的这个议和要求呢 当时的崇祯皇帝刚刚登基 少年德志意气风发 一心想的是收复辽东 忠心大明 所以他不可能接受黄太极的议和主张 因此这第一次和平的机会 就这么被错过了 虽然明朝政府和崇祯皇帝拒绝了 黄太极的这个议和要求 但黄太极并没有放弃 依然在等机会 翻过年而来 崇祯元年 又有了一个机会 可以向这个明朝政府表示友好了 什么机会呢 这宁远的总兵祖大寿啊 他手下的士兵和金国发生冲突 结果呢 金国方面就俘虏了他一群士兵 按照以往的惯例啊 金国对俘虏兵啊 要么就是逼他投降 不投降就处死 可是这一次呢 黄太极呢 一反常态 要把这战俘送回去 送回去之前呢 就给祖大寿写信 在信中说 我欲通两国之好 共同太平 他以为祖大寿会给他回信 答应他的要求 因为我要把战俘送回你啊 结果你看祖大寿是怎么回信的 信中有这么两句话 叫桑者为谁 讲和者为谁 这两句话很关键 意思是你有资格叫桑 你有资格讲和吗 因为黄太极也表示了 我把俘虏送回去之后 我们和好 然后我派代表去给你们的皇帝去祭奠 去吊丧 这黄太极面对这明朝官员这种 居高临下这种傲慢 就放弃了派使者 到京城去祭奠天启皇帝这个想法 他还是不甘心 这俘虏还是送回来了 然后让俘虏带话说 只要我们平等相待 互相尊重 我就派使称 到北京去祭奠你们的先帝 可见这黄太极当时要求 就是平等相待 其实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反正现在看是合理的 可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之下 他祖大寿没这个胆量 也没这个权利接受这个要求 因为他毕竟只是个宁援总兵 崇祯二年 袁崇焕 以钦差大臣的身份 使赏方箭 挂兵部尚书贤 任这个寄疗都师来到宁援城 袁崇焕当时是位高权重 除了崇祯皇帝 没谁能管得了他了 皇太极想 你袁崇焕该能决定义和的事了吧 于是就给袁崇焕写信 信中说 火欲罢兵共享太平 诶 被袁崇焕倒痛快 马上就答应了 皇太极一看袁崇焕答应了 就提出了他的议和的方案 建议 以大灵和和三叉和为界 两国大兵言和 这个建议 显然是让明朝政府承认继承事实 什么继承事实呢 就是经国和明朝开战以来的继承事实 占领辽东 让明朝政府承认他对辽东的占领 这怎么可能 所以袁崇焕的回答 也很巧妙说 只要你全部的撤出占领的领土 我们就可以罢兵言和 双方的这个方案和要求相差太远 所以这次议和就不了了之了 即使这次不了了之的议和 也成了后来袁崇焕被杀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这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出 明和金以及后来的清之间 是有着和平的可能性 而且是两国共同的愿望 正是因为明朝政府官员 在大汉族主义 在祖和等于投降 义和等于卖国这些传统官面的束缚之下 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了和平的机会 打这之后 在和平进程就发生了逆转 怎么个逆转呢 双方态度发生了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呢 原来积极的主动的 现在不积极了 原来不积极的现在积极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因为过去对方弱小 瞧不起人家 现在对方强大了 打不过人家了 当你这会儿再提出义和要求的时候 就得看人家的脸色了 比如崇祯十一年的三月 这杨自昌带着这个明军主力 在中原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 这正打的热闹的时候 黄太极在蒙古边界集结兵力了 杨自昌就担心 这会儿黄太极要是跨过长城 那就要两线作战了 所以就马上派这个辽东巡抚 方一早 让他设法和清国取得联系 表示明朝政府这方面的议和请求 可是两国没有交往 这话怎么带过去呢 他也有招 找了一个算命先生 这人叫周元忠 让他去带画 就跟当初黄太极找一喇嘛带画一样 这清国第一次面对明朝政府 首先的主动提出议和 很重视 把这个算命先生周元忠当中使节 让他享受使节的待遇 黄太极让周元忠给崇祯皇帝带画 如果议和成功 我马上撤兵 如果议和不成功 今年夏秋我必有举动 你看这黄太极牛的 为什么说他牛啊 我不仅要打你 我还告诉你什么时间打你 没办法 人家大兵压境 战争的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想什么时候打你 就什么时候打你 大抵压境 崇祯皇帝由良策转威为安的机会 然而都让他错过了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遗憾事呢 敬请关注百家想谈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 错失的良机 虽然态度蛮横 但是黄太极毕竟接受了明朝提出的议和要求 议和的曙光出现 清军退兵已经成为可能 然而当崇祯皇帝一想起议和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的羞耻感后 就再次犹豫起来 看到皇帝在议和这件事上左右摇摆 杨四昌奇了 他马上找到崇祯皇帝 向他说了三个必须可清过议和的理由 那么这是哪三个理由呢 第一个理由 目前我们打不过清军 要想彻底的平息外患 我们必须发展一个 我们自己的军事实力 最好有一支能争善战的骑兵部队 那才能够出其不意的攻打这个清兵 可是现在不行啊 要达到这个水平慢慢来 理由二 切不能两线同时作战 他说我们现在主要的精密 应该是剿灭农民军 如果你现在不和清国议和 他这会带兵打过长城 我们两线作战腹背受敌 后果不堪设想 理由三 和谈是全一支机 他告诉崇祯皇帝 我们现在和清国和谈 就是争取时间 只要能争取到三年时间 三年的和平时间 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消灭中原的流口 到那个时候 我们在加强自己的军备 筹集足够的军饰 训练我们的精锐知识 到了我们力量强大的时候 即使皇太极撕毁和约 我们也不怕了 我们有了冲突的准备了 所以说积极备战是正道 和平谈判是权益之计 正是这第三个理由 说动了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终于下决心 同意和清国和平谈判 而且派出他最信任的大太监 叫高崎浅 代表他到宁元 与这个清国谈判 这次谈判非常特别 怎么个特别呢 双方代表不见面 这高崎浅和辽东巡抚方一早 坐镇宁元 然后派周元忠做中间人来回传话 周元忠拿到黄太极的信 交给高崎浅 高崎浅再把这个信转给杨次昌 杨次昌再上报皇上 皇上批复之后再告诉杨次昌 杨次昌再转给高崎浅 高崎浅再通过周元忠转给黄太极 瞧这麻烦劲 虽然很麻烦 但毕竟开启了明朝和清国之间谈判的进程 当这个和谈代表呢 把这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呢 就写了个上书汇报情况 崇祯皇帝在个上书上批复道 细夺情形 时仇常变 确议密切持坐 不许朦胧失耻 意思是吧 你们这些代表啊 要动脑子 仔细分析情况 一切从长机翼 所有的结果和过程要随时的汇报 不要稀里糊涂的 给我丢大冰桥的人 可是这样的批复 没用 为什么没用呢 因为你并没有赋予谈判代表任何决策的权利 怎么谈法 如何谈 用什么方案去谈都不知道 让谈判代表就不知道怎么办好 所以这会儿呢 清国黄太极呢 也着急就老催这个明朝的代表 说你们拿出个方案呢 谁主动提出议和 得谁拿出方案呢 方一早没办法了 就给皇上上书说 建议崇祯皇帝 能不能反照 安达封共的方式 作为我方和清国议和的方案呢 所以安达封共啊 说到这就讲到这个嘉靖皇帝了 是嘉靖年间啊 蒙古一带崛起了一个安达汉 他崛起之后呢 直接构成了对明朝的威胁 所以嘉靖皇帝就派使者和安达汉谈判 所以封以为顺义王 然后开放了北边边界的贸易 但条件是每年给朝廷上供 这给朝廷上供的意思就是 你得承认明朝政府是你的中央政府 这安达汉答应了 安达汉答应之后呢 这嘉靖皇帝呢 就和安达汉签订了这个和平条约 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 明朝和蒙古之间的和平往来 这个历史 可以说这是一个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可是 这只是一个明朝政府官员们的一个异乡情愿 人家皇太极能答应吗 人家皇太极已经正式登基称帝了 建立大清国了 你这会儿把人家当一个寒来处理 把人当了一个封臣或者是个鼠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和方案即使拿出来人家皇太极也不会答应的 还没等 还没等拿出来呢 这个方案只是报给皇上审批 皇上还没表态呢 不知怎么的消息走漏了 真的满朝文武都知道了 这一切不得了 一致尚书弹劾杨思昌 弹劾他什么呢 就认为 原来我们明朝政府已经和清国开始谈判了 而且都听说是杨思昌在背后主使 这一家伙不多聊了 你杨思昌不是仅仅在对策上说说 还玩真格的了 所以就一致尚书弹劾他 这杨思昌也不客气 杨思昌上书反驳 他说你们这些人满朝文武 这些盐官们都是主战者 可是真要打起仗来 你们在哪 你们都闭上嘴逃跑了吧 从真九年清兵入关了 真正为这个抵御清兵操劳的 也就是皇上一个人 你们这些主战牌哪儿去了 你们都在哪儿呢 这话太得罪人了 那这会儿呢 这些众臣们不干了 纷纷上书进行谈好 崇祯皇帝啊 这会儿就不能不表态了 因为朝廷内部分成了明显的两派 一派主战 一派主和 那么崇祯皇帝怎么表态呢 他这个太子表得真巧妙 他既不明确说我要议和 也不明确说我反对议和 他只字不提议和这俩字 怎么办呢 突然下旨 提拔杨四昌 为内阁大学士 兼兵部上书 这个态度太明确了 虽然你没表示支持议和 但是你任命主张议和的 杨四昌徽内阁大学士 就说明你是赞同议和的 这一下不得了了 满朝文武 一下就 就像炸了锅似的 火上浇油 本来大家都是一致的 众口一词呀 坚决主战 反对议和 都觉得皇上肯定是主战的 都想希望得到皇帝的支持 然后呢 去弹劾杨四昌 可是没想到呢 皇上这么个态度 大臣们就觉得 这杨四昌一旦入了阁 那么就意味着 主和派在朝廷中 占据主导地位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上书弹劾 这书的弹劾的内容啊 就发生了变化 既要主张和平 同时要坚决阻止杨四昌入阁 面对 大臣们的这种态度 充真皇帝怎么办 我们下期见 来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